現在讓我介紹雙方便 正方主便 文書 第一步便 黃雲提 後面 星樂妍 葉便 林明欣 反方主便 永欣 第一步便 黃雲提 第二步便 楊家輝 葉子 黃之行 我們很高興請到三位評估迷今場賽事評分 他們分別是 前中大便員 私便居辯論網站創辦人 黃真彭先生 前港大便員 麥翠呂書院教練 余俊偉先生 前中大便員 資深傳媒人及辯論顧問 大樂辯論作者 黃之韋小姐 本場比賽跟主便 封辯 一副二副自由辯論及結辯共六個環節 詳細賽坡之前已經發布與各參賽學校 現在不算懂 但想特別提醒雙方 封辯環節和回答方不能反問 自由辯論外接 雙方台上所有隊員必須參與 若違反 對方台上便員有責任指出 評判應同屬實 可後不妥分 雙方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 現在請正方主致敗 你有4分钟時間 謝謝大家 主席 評判 有班同學 正在各位 大家好 所謂的網絡直播 是其中一種傳播資訊的方法 即時中現場的情況 傳媒到網上被所有人同步收睇 從本至今 社會不斷改善資訊傳遞方式 目的是提升資訊傳遞的效率 令到資訊在社會上可以更立空地傳播 並且提供資訊的多元性 滿足大眾的投資力和享樂需求 從而去提供人類的生活質素 推動社會發展 因此 任何以往單純只是拍照片 當作演變成使用互聯網去分享資訊 最到現在網絡直播的出現 正正正明了資訊傳遞的方式 需要不斷地進步 才可以比以往更快 更準確 更全面地為大眾傳遞資訊 因此 今日雙方喉兩篇題的準則 在於網絡直播風氣 可否令到資訊傳遞的效率更高 提升生活質素 令我方今日支持片題 原因有二 第一 資訊更加全面 在網絡直播未盛行之前 市民多數都是由主流媒體所發布的片段或報導來接收資訊 但由於這些媒體播放片段時間有限 無往所播放出來的片段都是經過剪輯 三減了某些情節 而並不是完整 觸本了播放所有片段 未能從各個角度將資訊呈現在觀眾的眼前 例如在2015年 無線新聞所播放的有關出售公屋的報導 就將受訪者的質疑一一剪走 即是播放支持政策的對話 可見 觀眾難免會因為剪輯之後的片面報告 而短張取義 分類了某些重要的情節 也許曲解了事件 所接收的資訊亦較為單一 然而 在網絡直播盛行之後 由於網絡直播未經任何的剪接 即時傳播給觀眾 因此就可以更加準確地傳達資訊給觀眾 再加上網絡直播的普及化 不同的媒體 甚至是每一個人 都可以隨時進行直播 觀眾就可以將不同版本 對同一電視所進行的直播 進行對比 從而以後出發最完整 最全面 最真實的版本 因此 透過網絡直播 能夠令大眾從多角度了解事情 帶來更加準確 更加全面的資訊 第二 提供更多元化的娛樂選擇 在網絡直播未成行之前 市民的娛樂節目選擇 每個正是負責在由各大型媒體 主導所提供的節目 未能夠真正符合到所有觀眾的興趣 相反 由於網絡直播的門額比較低 只需要一部電話便可以隨時進行直播 因此 每個人都有機會 在網絡直播所提供的平台上 去發佈自己的作品和進行直播 為大眾提供娛樂 網絡直播的內容更加是五花八回格 由直播 立法會選舉 到直播網上打擊 吃飯 日常生活等等的內容 在網絡直播的平台上都已經有盡有 曾經人在面書上花了四十幾分鐘來直播 已漲金六八個世卦 全球均有九十萬人重播來收看 可見 相比起以往 由各大型媒體提供的娛樂節目 網絡直播這個多知多趣的平台 提供更多不同類別的節目給大眾收看 迎合不同觀眾的要求 提供了多元化的娛樂選擇 以以上兩點 網絡直播的盛行 能夠為大眾提供更真實更全面的資訊 為大眾提供更多的娛樂選擇 便是你答應了 最後請問有方 網絡直播比以往影片播放的模式 進一個這樣打破了時間的限制 觀眾隨時隨地可以馬上知道 地球另一方面當下的實況 雖然有方認為是弊大於你 是否認為資訊傳播的速度越慢 反而越有好處呢 多謝各位 跟著是白方主題 你有四分鐘時間 主制、評判、還有各位 大家好 網絡直播雖然是新興的行業 但短短幾年之間 直播風氣已經十分之盛行 根據中國互聯網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 然16年、17年、短短一年期間 網絡直播用戶規模已經增加到1億人 網絡直播風氣盛行 由於網絡直播器材簡單 只需要一部手機 普通市民可可成為直播主 以前不少直播主通過奇怪的網絡直播播取關注 網絡直播漸漸惡化成一股歪風 要行兩邊題 就應該審視網絡直播風氣 會不會令負面的社會病態蔓延 以及影響青少年的心智 我方兩點有二 第一 冷血直播出現 社會病態蔓延 隨著網絡直播熱潮的興起 更加多人願意投身直播主的行業 成為直播主的門檻低 無論任何悔景年齡多可開直播 大部分人的最終目的其實都是想一舉成名 要成名就要與眾不同 直播裏面的內容不再是普通的閒聊食飯 而更多的是做出違反社會常態的行為 例如直播意外的發生 大陸山東的一名男子意外墮水 在水裏面掙扎超過一個小時 路人見到意外並沒有伸出援手 反而是用手機直播整個死亡過程 隨著男子沉入水底死亡 不少觀看直播的觀眾都對意外冷眼旁觀 即是為了成名 就在網絡直播上一法一反常態 令見死不及的社會病態蔓延 延顧其他人的安全 為博出偉做出格的事情 在哪一關頭也都選擇就守旁觀 更加會吸引到一班觀眾去加入 博出偉的社會常態也一直蔓延下去 第二 色情暴力直播氾濫 影響青少年心智 網絡直播分年齡對象層 換言之 網絡直播不可設立年齡限制 青少年十分容易接觸到 這類型的網絡直播影片 而現時網絡直播充斥著大量的色情暴力影片 逃渡青少年的心智 例如在Lolo直播的手機直播平台上 同事在線的幾十個直播家 赤到小的直播主要穿著內衣兩相 赤到大的甚至直播自己全裸衝量 還有主播做出暴力去聲音行為去增加自己的熱度 內地的主播將煙頭塞入獵物的嘴裏面 面書直播更加出現男子槍殺發生人 甚至自己親生女兒的片段 可見赤到大的直播漸漸成為熱潮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發言 中心副主任朱禮都表示 有害直播例如色情暴力直播 嚴重影響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直播主委放出為容易做出出格的事情 不利於青少年形成正確的道德觀和價值觀 而且由於網絡直播即時正傳播的特點 使監管的難度也變得相當之大 色情暴力直播無法倒絕 可惜甚至未成熟的青少年缺乏判斷是非的能力 他們會選擇盲目跟從直播主 認定這種社會常態是正確的 從而扭動青少年價值觀和導致青少年 心智失衡的問題出現 總括異議 色情暴力直播反難會令負面的社會 平態蔓延和嚴重影響青少年心智 因此見題你應不成了 多謝各位 接著是封閉環節 正方請自由拍出一位建員 請你自由譴責反方一位建員 一聲 我們邀請的研發幫人 正方封閉開始 有兩分鐘的時間 有方同學你好,我想問一下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認為資訊的傳播應該要愈快愈好 還是愈慢愈好 資訊傳播愈快當然好 再來問一下有方同學 多了一個渠道給市民更足夠了解 事實的傳播,是否好事 可以多一個渠道,但這個只是直播本身的特點 而不是風氣的特點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準則 之前有方同學請你不要反映我問題 有方同學是否成經主流媒體所提供的選擇 是有限的呢 主流媒體的選擇的確是有限的 好,有方同學同以更多樣化的選擇 是可以捕捉到更多人的需求 多樣化的選擇是可以捕捉到更多人的需求 但不是全國都更捕捉 好啦,有方同學準則事項我們已經確立了 有方同學都認同 我們是越即時,越全面,越多元 對社會發展更加有力的 最後問一下,有方同學關於你們自己的論點 你們剛剛有跟我們說過 網絡直播會促使了很多色情或暴力的情況出現 是否這樣說過 請問有方同學,例如你對這些槍殺類型的例子 錯的,究竟是犯法的殺人者,還是直播呢 犯法,直播只不過是一個光空 殺人時是直播別人殺人 會影響到別人的性 又會影響到觀眾的青少年心照 有方同學問你,錯的究竟是平台、直播者 其實雙方都有錯的 你直播者殺人本身有錯 但你不透過網絡直播平台的話 你就錯,不用用外側的工具 有方同學,你承不承認這些不良的資訊 一直都在社會上存在 就算是你那些色情景片 就算是沒有網絡直播年代的時候 就算你在YouTube都有可能會見到 請問有方同學,他否認為YouTube都是不利社會發展的 我分解承認本身是有的 但是因為直播風氣的出現就是 正正就是令到更加多人想出現 所以就去拍這些色情直播 就影響到青少年的心智 我剛從來講的,就是因為這些直播出現 所以就會影響到青少年的心智 從而影響到青少年的心智 其實這些情況是YouTube的心智 謝謝各位 接著要到反方方便 反方便自由開出位置 按入方便 好,反方方便開始 你有兩分鐘時間 有方同學,你好,首先想靠一個報式 有方同學,你是不是今天都同意看我直播 現在的電板很低 那門檻很低,Sony現在就算拿一個手 本來知道雙方突然第一次 就是今天網絡直播,以至有很多人可以長網絡直播這種活動 好接近這個發展的發展 發展的發展一個發展的發展的發展是說 資訊全播得愈快愈好 是否這個意思 是啊,可以滿足我的名字 有方主片官員舉出一個字眼 叫做會,現在電視有機會曲解一件事的真實 所以說方後,你覺得資訊才愈快愈好 需不需要準確、真確呢? 需要準確、真確 所以現在就是在說網絡直播 我們可以多角度 每個人都可以做到這個 記者可以做到直播 等一下 直播難道如果我是有立場的 我不會選出一些 對我的立場有利的時事 或者片段才來直播嗎? 不會曲解這件事的真相嗎? 等一下,你幫我解釋一下 我們現在看到網絡直播 就是人人都可以做到媒體 我們人人都可以做的 記者可以做直播的時候 每個人從不同的角度 就算是自己有個人立場 沒錯,沒錯 每個人從不同的角度 所以我都有機會曲解那件事的真相 是否是? 難道每個人的角度是一樣的嗎? 所以如果從不同的角度 是不會出現曲解的? 就是這樣 現在是我的公平環節 之後我知道 每個人立場都有不同的直播的時候 都有機會曲解那件事的真相 所以我考慮第一個,利處根本大不高 第二個利處,我可能是說 其實更多元化的娛樂 所以我考慮 多元化的娛樂 一些影片在網站做不到嗎? 現在我們就是看到 譬如一些直播法外 或者是一些辯論的比賽 在這些網上都是找不到的 更何況今天我們… 網上有辯論影片 我們今天我剛說的是 網絡直播它的特點是有它的即時性 同步性和互動性 那是否同樣的網上 一些影片都提供到娛樂? 但我們見過網上 是不會有見過人 去直播自己的平時生活的影片 亦都不會有人直播 會直播平時生活的影片 但會拍自己的生活的影片 同樣的 謝謝各位 現在封面環節結束 遲到正方第一步 你有三分鐘時間 請多好 請多好 各位 大家好 簡單喜歡剛才質商有幻戰 我方提出 資訊全部會更快 讓市民更足本地了解事實 選擇越多元化 越對社會有理 有方同學通通都沒有反對過 換言之,今天我方提出的一系列標準有不少都認同 而有可能今天打入反對辯題,簡單總括幾個字,擔心 第一個擔心,今天有可能擔心一些不良的資訊 就會放上網絡平台之後,就會影響青少年的心知 首先,一個傳播方式的好語懷,從來都不應該跟它的內容慣勾 因為內容從來得由直播者決定,而跟傳播方式它本身是沒有關係的 今天有可能的問題,就是針對一些少數並極端的例子,而忽略傳播方式的突破 對於整體社會帶來的好處 我們見到一定會有害群之馬,從來利用直播去做一些壞事 但這是不是網絡直播的錯呢? 就好比今天藥物本來能夠用來醫治疾病,我們會造福人群 但今天又有人選擇濫藥,產生了問題,按照不同的邏輯 又是否藥物由幾個存在又是畏大於你呢? 第二個擔心,今天有可能的資訊很難規管 首先,是否代表不可以呢? 我們見到從來都沒有完美的制度,但制度可以慢慢完善 例如我們可以參考中國的實名制,又或者參考外國,例如美國和德國 政府可以提供一些檢舉的網絡平台,提供民眾檢舉的管道 利用網絡的力量,即時檢核和審視直播的內容 當我們見到問題可以被舒緩,制度可以慢慢被完善的時候 今天有可能的廢主族是否成立呢? 我們見到在這個資訊發達,信息萬變的社會 又人類越來越追投即時和真實的資訊 我們以往一件意外的發生,我們需要等待記者的報導 但當網絡直播盛行之後,我們不需要再等到第二天早上放報紙 道手才知天下事,以來人人都能夠做到記者,做到直播 例如2017年2月的時候,香港發生了一宗地鐵重訪案 案發的時候,不少的途人就拿起他們的手機直播 即使令到全港市民全神關注,從而令到這個資訊全人開去 可見網絡直播比傳統媒介的傳播速度值得更快 輪到資訊的振折程度,今時的今日,我們見到新聞機構為了製造一些新聞的效果 又或者是因為時間的限制,故此斷章主義的情況雷見不鮮 例如2017年台湖北市長安文哲主持,交通匯報,脫頭營出說了句 今次落語真是太好了 然而,它的重點是在於政府可以利用今次的機會去檢視運動場館 既然落水的話,可以去修補 結果,Summer只是播出前半句 大眾就以為它沒有同情深眠漫漫一片 網絡直播能夠幫助我們觀看最完整的畫面 在信息泛濫的汪洋去求真 過濾和傳送出真正正確的資訊 在座各位,正正就是這個人類不斷追求資訊和快同真的時代 透過網絡直播,我們會再被主觀和錯誤的信息充斥社會 而能夠第一時間隨時隨地接收最真正、最足夠的資訊 推動社會發展 多謝各位 主席 評判在座位,大家好,今天雙方都達成了一個共識 就是雙方都同意我落直播的門檻,很低 好,首先回應有方同學,有方同學中面環節問我方話 其實現在普通影片,甚至Youtube都有那時候 都有這些普通影片,即從影片那時候 其實都本身存在的,但有方同學說 Youtube上面有這些影片,但有方同學否認不到 直播同樣都會有這些影片,而且有方同學說 這個工具好像一個人去濫藥,是濫藥的人的問題 還是那個藥的問題,但今天我看到的就是 其實這個網絡直播的風氣本身是一個忠誠 只是爭取人是正確還是錯,不用用 有方同學可以說是人錯,不用用它 但有方同學的兩個論點都是基於人正確使用它 其實我們今天比較的就是 導致網絡直播這個工具內有在一個好人的壞人手上 好,首先看看有方同學的論點 有方同學論點說可以有資訊全面 就說現時的傳統媒體就會有播放過有限的時間 就會有BP面報道,就會有剪折的情況出現 會曲解真相 有方同學提出無線的質疑,剪走質疑的位置 但有方同學說直播是可以提供更多的 提供可以更多元,給更多人知道可以做對比 但有方同學其實完全沒有解釋過是 到底有多少人會真的去做這個類比 而到底有多少人真的會去看這個直播 而直播其實有方同學,我想問有方同學有一個問題 直播是不是都可以做剪接? 直播做剪接當時其實直播同樣都可以 其實直播跟普通的媒體有方同學所說的剪接基本上沒有分別 但有方同學所說是可信性可以增加 但可信性上直播平台甚至直播主都可以受政府監管 直播主都可以有他們自己個人政治立場 或者他們本身受任何背後的政黨領導的操控 其實落落直播都跟他們活有堅果的行為 例如16年11月建制派議員葛輝凡去直播 非建制派議員衝入議事聽 他只是直播他們那些衝動的行為 其實同樣有堅果的 那想問有方同學可信性有沒有提升呢? 而全面的聲響 而是其實我方見到電視同樣都有直播 整個時事有 好像2016年旺角蘇聯、NowTV都有有新聞直播 所以有方同學只是講直播的特點 而有方同學第二個論點是可以有多元娛樂選擇 會有機會發佈作品 那有方同學多元娛樂色情報律直播都同樣是娛樂 但是娛樂如何促進社會發展呢? 甚至我方見到現在這件事 即使有監管情況下 都會有色情暴力的情況出現 好像17年3月鬥出直播平台 直播主暴走樂利 直播自己怒出樂意 當青年見到這麼出名 直播主都做的時候 甚至他們覺得自己做都沒問題 甚至他們平時討論都只是集中於色情暴力的話題 所以在今天的情況下 今天的編題絕對不成牛 多謝各位 接著是正方第二副面 還有三分鐘時間 各位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看有方同學 對於網方理處的質疑 網方同學說 第一個論點就是 可以提供更加多角度 全面展示事實的傳播 然而有方同學如何 質疑有方的論點 他跟我們說 其實現在很多人直播的時候 可能都會有政治立場 可能都只會拍自己想拍的東西 這樣就不全面 但問題是 如果在戰中活動中 有黃絲也有藍絲 黃絲可能會想拍自己想拍的東西 但是有藍絲也可以拍自己想拍的東西 同樣的時候 網絲直播平台 就能夠讓更多元的角度出現 不會再被主流人體自己壟斷 能夠讓藍絲和黃絲自己想放的東西 都能夠被世人所看到 能夠讓大家知道事實的全部 再加上更加有批判性的思考 尤其可見有方同學對我們的質疑並不成 除了看有方同學 對於我方另一個質疑 就是跟我們說 我們的論點是沒有獨特性的 跟我們說 其實其他網上的平台 例如Youtube等 都可以發佈一樣的內容 例如比賽 都可以有錄的辯論比賽 但有方同學今天沒有留意到的是 我們網絲直播的獨特性 是即時和同步的 那拍一個比賽的時候 同步看的時候會不會更有參與感 之後看完的時候 連賽果也知道 又有什麼意思呢 是否會不會那麼容易吸引到觀眾呢 有方同學這個質疑都不得了 再看看有方同學總結一下 前場所提出的所有的閉嘴 其實都是圍繞著互動直播 例如直播 還有露內衣等等 然而現場直播 例如直播辣客會會議 或者各類比賽等等的理處 有方同學全會都有反對 甚至在側身的時候已經承認了本質上是好的 有方同學單身的只是執行上面的問題 有方同學認為 由直播主主導的互動可能會有善風化 例如會有色情或者暴力的內容等等 因此就會霸壞社會風氣 因此就不利社會發展 有方同學一副字都會說 其實網絡的平台是中性的 有方同學說 我們兩個論點都是基於播好東西才會出現 我將這句說話原本都還給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的兩個論點都是基於播壞的東西才會出現 由此可見 我想告訴有方同學聽的是 我們要討論一個平台 是好是壞 根本不應該用內容來決定 有方同學已經說過 但有方同學很明顯是沒有聽清楚的 接著跟我們說 播壞的東西 例如 播殺人等等 會有壞處 但有方同學舉出的這些例子 全部都是最極端 最差的例子 普遍性在哪裏 有方同學完全沒有做過 可能第一個 有方同學都沒有說過 究竟有多少 但其實有方同學說過這麼多壞的例子 充其量都只可以跟我們說 傳播的不良內容 是不利社會發展 然而沒有直播的存在 只要一天有傳播之性的途徑 都可以有機會傳播到不良內容 就算是電子郵件 YouTube 或者是互聯網等等 都可以傳遞的時候 有方同學認為這些通通都是不利社會發展 由此可見有方同學的質疑都不整 其實我們要回顧以往網絡直播 最後面世的時候 是大型媒體 決定觀眾看什麼節目的時代 儘管大型媒體會盡量滿足每一個人的口味 希望可以吸入保診各人的眼球 但無可可言的是 各人有各種口味 大型媒體未能完全符合 一次我們多了這麼多選擇的時候 更加多樣的時候 大家可以簡直想看什麼 為何不最好 多謝各位 謝謝 接著是反方第二副面 你們有三個小時嗎 準備好 先看計時 有三大矛盾 第一個 有反方二會一直勤有一句話 今天討論網絡直播方面 是利多還是肥多 不應該注重內容 不應該跟內容有掛勾 有反方二會理論 為何台港時事 時事不是內容 說更多元化的娛樂性直播 娛樂性直播 都是關內容的 所以有反方二會理論 第一和第二 全部都是跟內容有掛勾的時候 你不明白 有反方二會理論 為何同學方說 不可以跟內容有掛勾 第二個矛盾 有反方一會 跟著有台港說 Youtube都有一些色情直播 所以這個閉嘴 不是網絡直播風氣帶來的 但有反方二會理論 為何台港時事 Youtube同樣都有播一些時事的影片 為何台港是娛樂性 播一些日常生活 Youtube同樣都有日常生活的影片 有反方二會理論 那你的理處 是不是同樣都不是網絡直播風氣帶來的理處 第三個矛盾 有反方一會強調說 我反方一會閉嘴 即是基於有人創作 使用網絡直播這個工具 但我反方二會理論 有反方二會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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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基於人 正確使用這個工具 所以今天雙方 在同一個平台之下比較 所以我們要比較 究竟是人創作用這個工具 大力的影響 你說人正確用這個工具 大力的影響 哪個影響更加深遠 所以由方樂 不可以一點來反駁 我方 解釋完 我方樂三大矛盾 看我方樂的論點 我方樂的論點 我方樂的論點一台說 可以令資訊更加全面 我方樂主編用甚麼類似 他講無線直播 無線新聞 就拍一段影片說 訪問一個市民 在公安政策 即是拍攝到他支持 很片面不夠全面 但方樂隱瞞了資料 他即是說無線新聞 這些影片有多不好 多不好 但究竟有沒有人去直播 這個訪問 但方樂沒有交代過 所以方樂隱瞞了這個資料 其次其實有方樂的一台說 影片會曲解了一些意思 我方公見的時候 他講過 有些人都會因為 本身的政治立場 本身的黨派 都會只是拍攝 攝取一些 他自己覺得對的直播片 以及都會曲解了意思 但我方樂 如果出來說 我們有多角度可以對比 不同直播影片 其實普通影片 都可以進行對比 我方樂你的理處 到最後 是否只得到多一個圖 被人對比事實 那我方樂你的理處 我方公見不到 甚至原來 我們見到中國北京青年網 一直幾個調整 青年最想看的網絡直播 類型 並不是我方樂所說的 時事直播 而我方錯誤是 一些美類表現的色情直播 而我方樂所謂的 時事直播 最少只有0.78 你的理處有多大 而我方樂是這樣 有實名制可以監控色情直播 等等 實名制現在是針對20個直播平台 中國有200個直播平台 其餘180個平台 我方樂是否就不需要監控 可以任由色情直播繼續氾濫 更加最重要的是 實名制 就是隨機針對一些直播主 但如果沒有隨機審查到 那沒有的 那些直播主 可以無法明天 繼續播色情影片的時候 有方樂你怎樣監管 所以海見有方樂 今天理處根本不成立 監管也都不足 所以變成理應不成立 謝謝各位 現在進入自由見論 雙方各有三小時發言時間 當九方發言時間上月三十年會有 便定一聲提示 夠鐘便有兩聲提示 街市本人會宣讀另一方剩餘時間 該方可自由派出一位或多位電源 都發言 雙方有沒有問題 若無自由見論環節 現在開始 請正方派出一位電源 首次發言 雙方同學 不獨特的理處 是否都是理處 不獨特的理處是理處 所以我方不獨特的閉處 都是閉處 有方反對不到 請問我方同學 在海課三年制 可以監管 即是面面監管 多謝雙方同學 已經承認了不獨特的理處 都是理處 剛才監管制度 我方已經說了 我想問雙方同學 認不認同 正確進行的時候 無法進行自修或編修 有方說了 但問題 有方同學 沒有說成效 有多大成效 有多大 但問題是 2018年2月的時候 我們已經可以減少了 有不良風氣的視頻 成37萬條 請問有方同學 請問有方同學成效 可以成功 但問題 還有很多不同的影片 繼續流傳 你今天10年制 即是針對20個平台 請問有方同學 其餘180個平台 是否不需要監管 有方同學 請問 如果針對 如果針對180個平台 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 就認同我們的地圈 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 有否針對180個平台 有方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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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把人打入 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 你不可能回答我方 無法回答 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 你不可以改改 你怎麼改改 有方同學 你不可以改到很完美 我再問一次,你應不應同直播進行的時候,我能否進入剪輯 不是完美,但我方不是要求一個完美的直路 但至少色情直播負責不會應該有這麼多氾濫的情況 我方,是你要回答我方,這麼多氾濫的情況 除了10年以外,有否還有其他監控的問題 我方問回來,不如色情暴力的片段呢 現在在網絡上的討論證究竟是哪裏,有多少%的都是這些 就是,由中國青年,中國北京青年,我16年的調查報告指出 又排第三,青少年最想看的直播是美女表演直播 又可以解釋嗎 青少年最想看美女表演直播,不是代表這個片段的普遍直 我問你最後一次,你應不應同直播進行的時候,沒有辦法進行編輯 她普遍不普遍有甚麼關係,你不知青年就是看了色情直播 影響了她的心智嗎,我方,影響了心智,她是否無所謂 不是,有方同學,今天我方說過很多不同的實名制 檢舉制要等待的成效,有方,你其實要求我方給數字 我方已經給了你,有成效 當我們這些直播已經在逐漸減少的時候 為何這句青色影響好像你方那裏那麼嚴重 實名制,我方已經解釋了有很多漏洞 而有方說檢舉,11年已經開始檢舉 檢舉到現在七年了,七年還有那麼多 現在還有那麼多時間,所以檢舉制度仍然都不足夠 好,看看我方的第二個論點,有方說,想問有些人為了直播而不伸出換手 這種風氣是否值得打開槍 有方,你先回答我問題,我問了你三次也不回答我 我們又如何繼續下去呢 我問到你最後一次,你見不見和直播沒有辦法進行檢測嗎 直播的時候沒有辦法進行檢測,但直播之後可以進行檢測 好,有方說,第二次問你,究竟現在有些人為了直播而不伸出換手 這個東西是正確嗎 有方,你也懂得說,今天我們直播進行的時候 不可以進行檢測,那為何不是更加真實,為何不是回答我方所謂的理處 不進行檢測,但問題有人會為自己政治立場 他只是想拍自己直播自己想要的畫面 有方說,不同人都會曲解意思 有方說,第三次問你,不要回避 究竟有些人為了直播,不伸出換手這種字是對還是對 有方說,就是不到普遍性 我想問有方說,你認為有生根版本還是原則一個版本 更能夠呈現自實的傳播 好,完整版本同樣會因自貴政治立場 所以只是攝取自己喜歡的畫面 所以同樣有曲解,我方解釋了很多次 不再多解釋,但可能回答我方 第四次問你,真的不會再回答 有人不伸出換手,這個東西是對還是不對 先回答你的問題 不伸出換手當然是不伸出換手的人的問題 但與直播沒有關係 再問我方說,最後一次 沒有剪輯的版本的時候 如果不是最真實的話,你才可以看分手 現在直播變成一個… 根本就不可以多角度成現 因為你可以由不同的立場去表達自己想演的東西 那第一次,是不是伸出換 是不是直播伸出換手 不伸出換手都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有方說,認同每一個人的政治有樣都不一樣 我會人之後不敢回應我 我反正拍回之後 我會人之後都知道 今天的確有一個人的直播 而不伸出換手 這個是對社會派濟的人有陪處 本來方說是這樣 每一個人政治入場都不一樣 每一個人政治入場都不一樣的事 每一個人想直播的事都不一樣 那將每一個人的反問 合拼人塊 最有故事又不是最真實、最全面的 有方說,我們反對不到 網絡影片做不到這件事嗎 問題下,我們已經乾了一個即時醒 快要讓人知道究竟有什麼陪處 本來網絡影片同樣都做到這件事 能夠對比的時候 我回到你的地處 是否真的單純 都會有一個途徑被人對比 有方說,網絡的直播 網絡的片段怎麼做到即時醒 網絡的片段做不到即時醒 有什麼所謂 我們即時醒 好像比賽一樣 看完賽果一次的時候 你再看回床內的片段 兩種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有方說的即時醒是非常重要 你無法批評 然後我方改身實的時候 有方說的問題 我方問到有方同學 究竟你的色情有否好 好變成究竟是誰 但有方論證不得了 今天你方說究竟是廢處 首先二次同樣有直播 香港的賽果 現在最近最熱情的 就是吃一杯戰紙 那時候我回應 反方已用盡的第二次時間 請主題 正當時的五十餘 二十八秒 可以自由 他旁邊 好 其實今天有方同學說到底 到現在都未跟我們說到 其他的平台上 現時的影片 根本沒有我們網絡直播 所謂的即時 正常性的存在 其實今天有方同學跟我們 亦論證不到 究竟我們都提出監管 已經可以完善制度的時候 今天有方同學所謂的 其實根本就不存在 再者 今天有方同學到現在 仍然推翻不到我方所謂的 直播的好處就是 比其他平台上現在所提供的 謝謝各位 正方的態宜時間 亦用不 只有結論環節節速 現在是結論環節 相當結論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在那邊 開始了 每個網絡 來自將 準備時間結束 先由法官主任總結 你有4分小時 主席評判各位 大家好 一把刀可以選人 可以離己 但如果一把刀落在好人手上 最多只可以切菜或智慧 但如果落在坏人手上 大量的後果也會很嚴重 它們可以殺人 打劫和劫持任 我們回歸變態 網絡過風氣同樣會帶到 離處和閉處 但這些離處可能就是 個人的利益 或者廣告生的盈利 但我們轉個角度想 但否則是少許的 6%片段流出 無論是青少年 或者社會的影響 也會很深遠 而我們重伴全場 相關一共有兩個比較點 一個比較點 就是在於 有方便覺得 可以給市民多個度了解時事 而有方便覺得 可以青少年 會影響青少年心思 本來有方的狼心就是 有方的直播 會有對比和可信性 其在可信性上 有方怎樣 論正開國人直播的人 全都是不偏不現 它們可以由正常背景 可能可以被人操控 在利益比較上 有方才多了一個渠道 去給一些人 去看一些電視也有的直播 有方便來轉折一個 但現在即使有一個失情直播 也會嚴重 影響青少年的心智 影響的是數之不將 其實今天時事直播 只有0.7%的 人青少年去想看 但是有方便會否認為 要放棄所有青少年的價值觀 又是一件好事呢 其實有方一直質疑 其實有方一直質疑 我們說 我們的廢主員應該越來越掛勾 但有方多元性的影片 又是一樣與多 又是一樣與內掛 有方是否認為 雙重標準一體 對有方是公平呢 其實今天雙方 第二個比較點 就是在於 有方認為所有政策 都可以改裝 即是有方認為 有方的邏失證 現在有監管 不足便可以去改裝 但是現在每三個小時 就有一個新日直播平台出現 無論有多少政策 無論有方所謂的十名債 黑名單 人工智能都好 有些閉嘴已經是不可能避免 有方又如何肯定這些政策 可以控制到 色情直播在這每幾個小時 會有新日直播平台出現 而又影響不到 超少人的價值觀呢 雖然有些平台 會有連長的限制 但稱之連按進去 有很多事情已經阻止不到 阻止不到這些色情暴力影片 會影響他們的價值觀和流出 就算哪怕即是一條暴力影片流出 已經影響主義和心魚 其實有方在公平環節 跟網坊說 YouTube同樣有色情影片 但YouTube同時一翼會有多元性的影片 有方又如何解釋呢 其實以前網絡直播普及 暴力色情變成片段氾濫 令到車主員以為色情暴力是對 是沒有問題 影響了他們的價值觀 形成一個社會的病態 其實一把刀又不得夠 可以方便入人的生活 用刀又可以切菜 亦可以賺到很多錢 但我們控制不到這把刀 落在好人的畫人手上 一旦落在畫人手上 帶來的只會有更多更多的補充 刀殺了人就不能回頭 同樣超少人的心智 一旦受到影響也不能回頭 社會的價值觀影響了 可以遇到恨錯難返 謝謝各位 最後由正方主題總見 只有四分鐘時間 主席評判友方同學 在座各位大家好 我先簡單地歸納給客人 雙方的共識 如果今天要在整場比賽 用四個字來形容友方同學的話 我說是幾人憂天 我們今天雙方已經達成了共識 今天我方所說的那些 網絡直播本質帶來的好處 例是即時性的 當然是 其實有方同我通通都不反對的 他們今天最擔心的是什麼呢 是互動直播帶來代用的問題 今天有方同學最多的就是 色情暴力等等不良的資訊 會影響清智員的心智發展 今天有方同學 這些不良資訊的普遍性 這些直播在那2億人使用直播平台裏面 的普遍性有多少呢 有方同學都沒有辦法論證的 而且在這麼大的社會裏面 害群之馬我們很難避免 但今天有方同學自己都承認過 網絡直播這個平台本身是一個中性的平台 我們看的只是那些人怎樣使用這個平台 如果今天那些人真的要錯誤這樣使用這個平台 為什麼我們要將這個網絡 這不良資訊的閉絕歸咎下去 去網絡直播呢 而且有方同學這個閉絕 其實只是針對互動直播 即是那些網紅的直播 才會帶來色情暴力的資訊 我方今天所說的其他現場的比賽直播等等 有方同學這個閉絕 根本應用不到在我方的論點上面 所以今天有方同學這個論點是貴恩床 第二點 有方同學很喜歡跟我們說政治立場 他覺得每一個人因為有不同的政治立場 他拍出來的東西就會偏頗 達到我方所說的多用性 但等等才有方同學 正正就是因為每一個人自己都有不同的立場 但是因為一主流媒體壟斷了這個資訊傳播的時候 我們就只可以看到那些單一的資訊 然而當今天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記者 人人間媒體的風氣 盛行在社會的時候 正正我們就可以將不同人的版本結 一起成為一個最多元最真實的版本 為什麼這不違乎我方所說的立場呢 第三點 今天有方同學完全不明白我方所說的多樣性的好處 他們只是針灸於色情暴力等的資訊 但其實今天我方所說的很多不同的奇怪的直播 在現時的主流媒體或電視節目上是很難有的 為什麼今天我方想讓大眾多一個娛樂選擇是不錯呢 為什麼今天不可以令大眾想有多些選擇自己娛樂的自由呢 例如很多小米新版發佈會 日本大衛王比賽 英國咬嗽子的比賽等等 這些都是電視上不會播的東西 當觀眾想看的時候 只可以透過直播 為什麼有方認為這樣不是增加社會的多元性呢 第四點 今天有方同學不斷質疑我方的監管成效不將 但其實今天我方已經向有方論證過很多種類的數字和成效 而且有方需要明白 世界上根本沒有一個完美的方案 可以盜著所有不良的資訊 我們可以做的就只是把這些不良的資訊的影響減至最低 所以有方同學為什麼今天他們的避充可以凌駕我方的理處呢 再續播為 古代詞人李清照飛鴿傳書寫上給她丈夫照明成的時候 又怎麼會猜到一千年之後的今日 一通電話 百多數字 一個信息就可以即時聯絡到她的丈夫呢 而這一切的進步從來都沒有人預想過的 當古人要傳遞資訊的時候 需要上點風火已經下策千里馬 直至現今我們見到紫媒色味 網媒興起 只要按一個按鈕 就可以連接她方直播傳扣 得到更加即時全面多元的資訊 當然我們每一次面臨著這些進步的時候 反對的聲音也會迎運而生 當互聯網剛剛開始普及的時候 面對著資訊爆炸的年代 很多人都會擔心資訊氾濫不離社會發展 而今時今日互聯網的普及也都反到眾人的評擊 是因為人類從來都沒有因為擔心和害怕而退縮 今時今日社會才有進步 21世紀是屬於我們的年代 我們不再希望資訊只是由主流媒體發佈 我們不再希望單單成為接收資訊的被動者 我們不再希望見到事實 因為後期展示和編輯而被蒙蔽 我們期望的是更加多元 更加自由和更加開放的社會 期望今日網絡直播的風氣能夠 帶給我們社會更加好的發展 多謝各位 比賽告一段落 請大家留在一段落 謝謝大家 有些關於全部的座座有些非常出名的全部人 我就不打算包含了 就在另外一位中間人員會說 我講這些很基本的 對我來說一句大家也不會說很基本的 就是面容的一些技巧來講 有一件事我覺得有些論點 我不知道大家有心還是比較前出 而這些論點我個人覺得 可以在你們主線裏面充分挑戰出來 譬如你策略選擇我 譬如正方曾經提及過 在一部裏面舉出一些所謂的實名舉報的機制 在我的認知當中 我第一次很清醒地聽到 差不多是正方的一部才能提及到一部 例如正方的二部曾經提及過 其實有人有直播都有分析到現場的直播 或者是互動的直播 反方說這麼久 都是對於互動的直播又不一樣 現場直播是非常之美麗的 對於我們社會 大概 大概都是正方而負趕出來的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這個是贊成主線之後 一些所謂的監管機制 或者是贊成之後其實是一個分析 其實直播都有很多種的 有A B C 問題可能只不過出在C 但A B都很好的 即是你已經可以一開始為評判 每一個藍圖 藍圖裡面有三分之二十 或是更多都是清脆的農蟲 剩下一點的草不夠美 不夠美都不緊要 我們有監管的機制 不要被人踩它 不要被人踩它 慢慢讓那些草生分重 那整個藍圖就很厲害 我個人覺得可以是你們主線的一部分 不需要讓別人迫你的時候來回答 當然是你們的策略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觀念 就留在你們自己的口 其實反光都可能有不同一個問題 反光去到中段 其實大概你們的分析下的步驟 總之我不知道 就是平台就在那裡了 問題就是有些人就創地用 有些人就正確地用 而一個比較的就是 創地用就應該大一點 還是正確地用的 好處多一點 大家可以比較 大概上這個這麼清晰的關架 我自己聽過 我曾經看過 我朋友問一下 在中間才出現 特別這位負面 講得很清晰的關架 那我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這麼清晰的關架 會不會又是擺在主面 一開始就擺出來 因為主面其實都不是這樣說的 都是說一些直播很差 或者諸如此類 都是說一些負面的東西 去作為主線 我覺得可能可以考慮一下 我不知道可能是策略上 這樣覺得是 過分的機會 大一點 留到你們自己去檢討的時候 第二 就是我覺得 網絡直播這裡 有一點大家不夠著目 就是那個所謂即時性 即時性和門檻很低 其實雙方都有提過 但是去到中間 就大家講自己的籃子 你就說什麼藍絲 並黃絲 一起直播 這個畫面 有很多的參考 你就說 有一天過洗澡 有一天過 就是上衣 大家用例子去打開 但是這個本質 那個即時性 那個入門檻低 跟其他的 傳播物體的分別 如何導致這個議員 成立 或者是不成立 我個人覺得是可以做的 最終的 我已經知道 都是 在這條變題 再看清楚 變題有每一個字 很流 這條變題 是網絡直播 風氣 不是網絡直播 對社會發展利多於幣 還有 屬於利大於幣 先說利大於幣 當然我明白 利大於幣 不等於有利無幣 或者有幣保利 我可以贊成它的利 對 政治的問題 可以有很多立法會人 都問 你贊成它 不過最弱 最容易受影響的徵少言 就是 你一播了這些東西 那些東西就發不完 很正常 很人認同你那些 什麼立法會 什麼 藍市 黃市的情況 不過有些東西 你是覆水藍獸 做不到 你可以認同他那些東西 你又可以認同他那些東西 都可以 還有 有些沖浪的播出 此外 我們有實際監管 但是那些社會的重大事件 會需要多角度分析 如果不是怎樣 拘捕了那個 什麼 暗角 不知道什麼 七景還是八景 就是因為有這些人 在不同的角度 去審視的事 是吧 第二 我更加想講的是 風氣這個字 不是網路只不過是說 風氣 現在整個 大紀念 譬如我 可能這個類 比如說 直播世界盃 是不是利多於幣 直播世界盃 現在香港的風氣 是不是利多於幣 可能是兩件事 直播就是純粹大家有科目看 譬如我Danny 我最喜歡看波 我也特分不知怎樣搞過 他不可以賣公共 收費電視的一個盒子 反應給了錢 對 但是 風氣 風氣意思是什麼 究竟現在 落地 這個風氣 如果我們再搞世界盃 直播 譬如如果香港 是賭博風氣很盛合的 賭博的合法 或者非法的徒道 都很多的 根據什麼 青年協會調查這件事 越來越多青年人 希望嘗試去賭博 希望透過一些低成本的賭博去參與 如果社會的風氣是這樣的 假設 你再搞什麼世界盃直播 或者容許這些賭博 會不會令到某些風氣去助長 是不是 這個舉例 這個例子未必十分好 但是我只是想說 封起這個字也是重要的 你不能抽離了迷惑直播 即是說技術 本身是不好還是壞著著 要落地 看回這裡 譬如說這個變態 在美國講 在中國大陸講 或者在香港講 都可能已經有 落到我們香港的 context 究竟是怎樣的網絡直播 是不是香港 這麼多人是播出山衝浪 還是我們香港那些 主要是看什麼的直播 是不是看我們 可能有百分之七十 或者八十 都是看大陸的網絡人的距離 或者是台灣的人 或者是日本的人 東南亞的人 而這些所謂的網絡 或者是網絡直播 絕大波數都是衝浪出山的 或者是廣播 或者過了什麼四人樓樓 或者斬著雞 等等 落到香港的 context 之後知道是否應該 如果去美國 可能別人的網絡直播 全部都是做實驗的 射水火箭上太空的 怎樣用橡筋 測試這個 三米 什麼人力注意出來的 在美國 可能別人的直播很有意思 落到我們香港的 context 可能我們在香港 所以記得 不要罵題目的字 落到地 我們這裏是怎樣 所以究竟這個電禮 令到評判親身感到 我們應該是貼身地成立的 還是成立 好嗎 謝謝 多謝大家 謝謝 現在再請 延長偉先生 延長偉先生 就雙方表演 多謝 我可以在指頭前面 之前看了 有什麼留 都可以由專業的意見 做最後的補創 我就安心很快 這條電禮 因為我現在 其實有時候會有 我對政方的理解 其實政方會怎樣 勾劃生活的時候 會發展 是我最重要的 究竟在這條電禮 是一種新的資訊 和技術 它對社會發展 在哪一方面影響了什麼 或者是你覺得 預期會影響什麼 這個我不聽 因為這個技術 其實這一兩年才有的 要講到 對社會已經發生的 影響其實不是這樣 你最多是講 就是這種技術在 在這一兩年 究竟它如何白髮成果 如何多人用 如何讓我們看到什麼 但是去到下一步 就是感覺整體的發展 應該同一個 或者會議的 或是政方的 其實最需要處理的 那今天政方想做的 就是兩點 就是接著 然後第二點 就是更多人的選擇 就是選這個 就是多就是好的 那這個就是政方的 整個能力的中心 那多就是好的話 那我想就是 這一點就是要正方去講究 會網絡直播 沒有直播多了些什麼 令到社會的選擇 就會真正的多排他的見論 一個對你來說 有利的就是 大家都靜觀你會覺得 多了一些部分 那但是 那個衍生下來的問題 要去對待就是 多了些什麼才會好呢 就是 這些人你預了一定的選擇 所以你都預了一對手 會成功的 那 而你的反駁手段就是 這些是一兩種方法的反駁 一就是說 去接招數 二就是說 內容其實 是跟技術平台本身的 好玩好玩的 那我覺得 前者呢 其實相對也是一個後者 因為其實 多數網絡直播內容 不太快講中 多數都是說 你家裡和你貓玩 或者是 直播你在混 年中的考試 即是你直播就等自己 不可以中間走出來 無人的樣子 有些學生是這樣 多數就是 其實生活中 對社會有什麼影響 一些很好的內容 或者是不少數 例如說 行政長官選舉 言論直播 一些很壞的內容 可能是 無靈色情 所以 為了 學習威脅 即是 兩個極端度很少 中間的人 對社會沒有什麼大 的影響 如果那個光波 是這樣的 這一站外容的 網絡直播 對社會的影響 情況都是有需要去處 或者最需要說 就是中間的那個站 如果大家都說得 不可能的話 那我是晚安 就去問一問 其實就是 你說好可以少數 我是壞 但是多數都是沒有什麼影響 那這條片 如果是這樣發出的話 就 對社會的法律 多數都不太好 因為 在網絡方面 在網絡方面的時間 都不太好 你好的 你是網絡不太好 但是你自己也不太好 只是 正確最需要 問題是 答案是 你不掛別人的小數 你也不太好 或者正確這場 需要答案是 其他問題 接著是反方 反方 講的 即是同同同青少年 歪風色情 我想 反方也會有些 一定 你也知道 其實是不太好 所以 你講了很多 講道 你看看 有多深 有多深 對過青少年有多難 或者對過網絡主 或網絡主 覺得 說網絡有錢 他會摸到幾次 因為會再找多些字 去工作 其實是商量 觀眾會影響 網絡主 那我這個可以再 討論 即是從那對 觀眾上面 對我 host 本身 的 規矩 當然 你也很清楚明白 就是不會 過了大部分 很多的東西 大多數都是 在說 日常生活的年段 在法院那裏 和人家在討論 那 那 那大部分 是沒有什麼 可以承認 那我猜的部分 有什麼 你還可以反駁 那其實就變了 效果就是 沒有好的形象 那這個不是法律 或者最負責 的 可以再討論 即是如果在深度上 你覺得很深 那他講一些直播 反正講的 變成了 所以你不會再討論 又因為直播特首說 都會調動 這個總統大眾 那是不是做你來人 選總統 你不自助 所以我們來講講 那我會問這些問題 去測試一下 他講的情況 講下 有了這個議論之後 究竟對於我們做出公共選擇 分析的議題上 是高了一點 是不是 我們因此就 就變成了這個議題 那 你問到這些事情 其實證明就比較難看 即是他講的 就講得很容易 但是我實際上 對於公共政策 去建設社會 如何做正常決定的行動 那我 不正常計算 他真的做了一件事 他太早去講這些事情 因為他始終就是 一、兩件事 近年的政治事件 去支持這個國發的議題 那我這方面 我們做了一件事 那我想 一如我剛才所說的 我們有資深轉變 做壓軸 那我實際上 謝謝 今天比賽結果已經在我手上 現在由我先導唱過 首先是最佳建立業獎項 今天的最佳建立業獎項 今天的最佳建立業獎項 反方的第二副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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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至於今天的賽果 正方得票 一票 反方得票 兩票 五句話說 今天勝出的學校是 聖馬可選項 謝謝 今場比賽的報紙結束 謝謝大家